一直号召各国制裁俄罗斯的西方带头大哥美国 也在用卢布跟俄罗斯结算 一共20亿 只是用了个不丢面子的做法 据观察之网报道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罗格金对媒体表示 此前美国宇航员马克 称俄罗斯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 但美方一直没有向俄方支付这笔打飞滴的费用 直到最近俄方才收到全款 而且这笔存款也不是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而是来自于一家航天公司 这家航天公司是此次美方结算费用中间人 罗格金强调20亿的资金已经用卢布全款支付 众所周知 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施加了大量的制裁 其中就包括禁止其他国家同俄罗斯进行交易的时候 使用美元 这一度引发俄罗斯卢布的汇率暴跌 但后来俄总统普京强势命令能源出口 同卢布结算挂钩 要求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 在采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时候 必须使用卢布 使得卢布的汇率很快稳定了下来 而这一次也是美国首次用卢布同俄罗斯结算 规模还比较大 一共有20亿卢布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即便是率先对俄罗斯发起制裁的超级大国 现在也不得不对俄方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 这么一来 其实是狠狠地打了美国一耳光 同时也意味着 其他国家用卢布采购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时候 不必觉得很丢面子 压根也没必要进行抵制和反抗 因为就连美国人也在用卢布同俄罗斯结算 美国人都这么干的 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 难道不是国家利益第一吗 所以美国开了这个先例之后 欧洲各国使用卢布采购俄罗斯能源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用卢布和俄罗斯结算 因为美国的宇航员需要坐俄罗斯飞船 才能够飞到国际空间站 同时国际空间站 俄罗斯也是占有股份的 是大股东 如果美国不付这笔钱 就不要指望在国际空间站进行各种各样的空间实验 美国思前想后 肯定还是觉得石会比面子更重要 于是就用卢布同俄罗斯进行结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超级大国不会一点面子不要 所以打款人不是美国的宇航局 而是一个中间的航天公司 至少在表面上不会那么尴尬 俄罗斯也收到钱了 算是皆大欢喜 从这一方面来看 美俄两国虽然博弈的非常激烈 但依然存在深度合作的领域 两国其实都不想将俄乌冲突 上升到美俄之间的军事对抗 两国是撕破了脸 但却没有动手 俄乌冲突本质上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只是俄方没有想到会打这么长时间 但从长期来看 俄罗斯 提供联赛